湖口营区现在是会声会饮 五四两旅就位在于湖口营区里面 但是这个营区到了农历七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有点担心啊 是的立刚 像一般呢 我之前呢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湖口营区的炮兵 炮兵营这个地方 当兵了 当我们的心理辅导师 那为什么说湖口营区呢 这边有很多的诡异的事件呢 大家跟各位说说明 像我就说 之前有提到很多当兵的禁忌 今天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个禁忌 什么样的禁忌 在晚上战哨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手电筒乱照 甚至呢往树上照 怎么说 晚上战哨的时候 四下乌黑妈漆的 你当然得拿着手电筒照才能看得到路啊 像我们茶哨或战哨的时候 唯一能照明的工具 就是手电筒 可是呢 你照就照 有事再照 没事不要乱照 也不要呢朝到树上照 不能朝树上照 没错 怎么说 我举个例子 我亲身 为什么不能往树上照 没错 像我们早期呢 这个是我们营区 那我们有营区呢 除了大门之外 还有一个车辆保修厂 在这一块地方 保修厂在营区的后面 保修厂附近呢 有非常多的大树 那我们战哨的时候 是双哨 双哨制 有一天啊 就有个阿兵哥 在下哨的时候 就马上跟我们说 报告班长 报告班长 我们有个阿兵哥 他因为要上厕所 那枪留在哨所 可是人找不到了 等一下 跑去上厕所 枪也得带着去厕所啊 其实跑去上厕所啊 在你可能只能在树 那边去上 上厕所 你不带枪 没关系 可是你等于就 等同去脱哨 这件事非常严重 严重啊 那我们整个联呢 就上去到这边呢 去找这个阿兵哥 怎么找找不到 喊名字呢 也没有回应 后来啊 我们发现 他是怎么样 他是类似像这个样子啊 蹲在地上啊 这样子摇摇晃晃啊 口中喃喃自语啊 为什么 自语什么呢 胡说八道 我们也听不懂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他是讲日文 讲什么 类似这种话语 可是呢 我认为他是说日文 马上就从连上啊 叫一个阿兵哥啊 会略懂日文 因为这个阿兵哥 他是乡下长大的小孩 那他应该不会日文 一句日文都不会 声音也不像他 我们心里觉得毛毛的 那当然我还是会认为说 是不是压力太大 或精神分裂 可是这个呢 太过于奇妙 马上找阿兵哥呢 来听 他再说些什么东西 因为叫他名字 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结果这个阿兵哥 跟我们讲 他一直在重复的 反复说止啊 他想回家 后来呢 他用日文讲着 他想回家 对 娱高雇 想回家 这不是整吊诡的事情吗 很吊诡 非常吊诡 后来呢 我们连上 因为刚好有个 之前挑那个八家将的 那个阿兵哥 有点灵异体质的 也加过来看 请他跟我们讲说 到底该怎么处理 就来说 报告班长 这个啊 基本上他想回家 我们只要啊 看能不能把他 往营区的大门口 让他踏出去一步 再回来 看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说的奇怪 你是说把这个 阿兵哥 喊着日文的阿兵哥 走出营区大门 再抬回来 再把他带回来 因为他想回家嘛 我们就先 用灵异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可能他被 比如说卡到阴之类的 既然你想回家 我就带你出营区的大门 再走回来 看会不会好一点 所以奇怪 结果呢 一带出去之后 这个阿兵哥 马上呢 就晕过去了 晕过去之后呢 他就发高烧 那我们一定要等他醒来 之后再问他 结果我问他 我说 阿兵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就说 他去后面上厕所 结果拿手电筒呢 回变乱造 往树上一照 看到一个什么 非常恐怖的现象 什么事情 就是呢 一个穿着日本那种 卡吉色的军服的 一个阿兵哥 然后呢 他的脚上啊 是绑着绳子 整个人倒挂在树上 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 发生在湖口营区里面呢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呀 经过我事后一查 原来啊 这个湖口 大部分这个营区这部分啊 早期呢 可能是日军的 旧军营 或者是一个训练的场所 对 那他们这些呢 日本兵呢 他们有时候是狙击手 会伪装隐藏在树上 专门涉及这个敌方的高官啊 那可是他们为了 在训练时 或者打仗的时候 为了避免他掉下来 他会在脚踝这边 绑枝跟绳子 绑在大柱上 可见呢 可想而知 这个阿兵哥 等于要一个安全锁 去绑在树枝上面 让他不会摔下来 没错 那可见这个阿兵哥看到的 有可能呢 就是怎么样 这个 他看到早期日本兵啊 这个狙击手啊 比如说可能被敌方 打死 阵亡 一样掉在树上 那你意思说 他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吗 加上他可能当时八字清 因为这个 这个阿兵哥呢 我记得他可能 在一个多月就退伍了 所谓的老兵八字清 所以千万要相信这些禁忌 他可能看到这个东西 八字清的状况 然后刚好呢 大家身上 日本兵呢 想要回去 所以呢 只能告诉各位啊 真的 尤其是在晚上夜哨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啊 这手电筒 他可以照明 可是呢 千万不要乱照 也不要往树上照 不然的话 你会有 意想不到的事情产生 看看啊 在营区当兵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晚上的时候 手电筒 尤其农历七月 千万不要往树梢上面乱照哦 照一照 照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那你心里面可就坎坷不安了 可是啊 五四二旅里面 真的是坎坷不安啊 看看之前 X先生告诉大家 这军品的问题 军品外泄 五四二旅 可能有一些状况发生哦 我们今天 新闻龙卷风持续的追查下去 发现了一些新的眉目 好 我们已经在这两周里面 证明一件事情 上次我们说到说 诶 它现在是结构性的犯罪 而且有串政了 这么多串政有结构性犯罪 既然有人的问题 还缺了一个环节 这环节是什么呢 钱的问题 也就是金流在哪里 好 那为什么五十二旅跟二六九旅 会拉上关系呢 这里面重点 就有两条线索被发现了 中间采访团队就发现说 诶 二六九旅的长官呢 会交代下面的士兵说 你们买精品的时候呢 不要在二六九旅附近买 诶 等一下 二六九旅营区出去那些军品店 为什么不能在旁边就近买呢 这个手法有点像之前 国客会很多教授报账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报 到特定的地方去报 有点类似 它到哪去呢 到五四二旅的附近 而且不是到五四二旅 所有的每间店 是到特定的某一间军品店去买 还规定去哪一家报 这就让人家起疑了 对不对 好 那你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去了解 它里面是不是有价格上的差别 去问一下这些老板 诶 是不是和隔壁的价格 有什么不同呢 结果答案是这样 同样的东西 它并没有比其他的商家便宜 甚至比较贵 那就是第二个疑问就出来了 为什么长官还要你去买 没错 那是不是 接下来它的发票比较好取得呢 于是他们就再问发票的问题 结果呢 他不直接回答说发票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不太开发票了 那我们的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呢 明明是五万 他回去又报了变八万 好了 这就变成是一个间接证据了 就是说有福报的现象确实是在这里面 那而且他也间接承认是 他们经常去向他们购买 其他间比较便宜的就没有 好 那总要找到特定的物件吧 好 我们在当兵的时候知道有一种手板 很便宜的东西叫战斗手板 对不对 战斗手板老实说 那一看就知道是便宜的东西 明明成本大概是一千块的 就他报到多少钱呢 据说曾经报到四千六百块 等一下 一千多块钱 那报到四千多 岂不是多了三倍的金额了 没错 这就是和我们经常听到的军事记者和社会记者 他们所说的一样 就是说某些国防的相关的军品 他是有三成以上的利润的 我们一直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那也就是说必须要一定有特定的单位 来做特定的配合吧 这是我说刚才和国客会的那个例子 非常相似的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找到这个军品的流向以外 是不是还有油的流向 对不对 好 这里面有一个专有名称 军队里面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直到五级场 这是在军营内部的 可是他们外面有一个特定的名词流传着 叫做六级场 什么是六级场 他们维修他们的车辆啊 那个地方叫六级场 那据说范走线经常跑到六级场去待 记得范走线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吗 他的业余活动是什么 是飙车对不对 对 好 你有这么多的车辆 要不要维修 这些维修费用不会太便宜吧 因为我们知道 三部重机加上三辆汽车啊 是 也许薪水上买了几车 但是呢 你还得玩得几车 还要维修的几车对不对 好 那有没有配合单位 结果他们就找到了六级场 六级场据说它的配合是 只要范走线去 那些维修费用都是免费的 好 那这一个 原来它车修都免费了 好 这个免费的维修 免费的换零件 是不是真的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再追查 可是呢 有六级场是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也都知道范走线 喜欢和另外一个金湾 经常往六级场去跑 好 所以这两条线就有了金流了 也就是说有军品的配合单位 也有油品的配合单位 而且二六九旅和五四旅之间 它有一个交互的金流关系 可能存在 否则呢 就用不着用特定的方式 和指定的方式 而且它还会有福报的现象 存在在其中了 并且这个特定的军品商家也承认 阿兵哥会向他们索取发票 还会做特定的福报 而且福报的金额呢 常常啊 还多了好几万块 这就是说军流的结构性犯罪 也已经在其中浮现了 看看这五四二旅跟二六九旅 其中当然军品的流向是一个问题 另外军品的贩卖 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军人要注意哦 你如果现在在犯罪 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 你将要移到一般的司法法院 可是你被判的还是军法呢 注意到所有的军人 现在关在的是日新山庄 可是呢 从今天开始 他们从今天的早上 就已经开始移间到一般的司法监狱去了 我们新闻龙卷风 在今天一大早上 也到达了日新山庄 要告诉你 从天空中 从这最高制高点 一直到这个日新山庄的门口 告诉你那现场的状况 带你身丽其境的 进入那日新山庄里面 看看实际的移间情形 休息一下 就来告诉你 我们下期再见